第一時間 拜託勝利 南侃包中庭的起源 可追溯自清朝道光年階 就位在南侃鬧區當中 有上百年的歷史 但廟提依年代久遠建築本身 已經不堪使用 因此在集委主委跟地方人士的努力下 著手進行拆除新界 並且在二十七號舉行動土儀式 我們的身經過程 一定要在我一年至兩年的中間 因為所需要的經緣非常多 我們就做兩次檔案來建築 第一次檔案是用基礎 基礎先起來後 第二次檔案再來做裡面的 綜修、尖涼、花雕、 微靈、微風 這都適合第二期的 但是我們教委說一年來 基礎要先上來 將來要先上來 說到包中庭跟義明爺 都是客家文化的代表 但南侃包中庭卻是坐落 在南侃庄當中相當特殊 廖方將會在原地指建 兩層樓的包中庭 不僅是信仰中心 也希望打造成爐竹的新地標 來建築之後應該是 尚以南侃市中心的一個代表 所以說 爐竹鄉也爐竹 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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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這個義明廟在這裡 相信會很老的觀光客 會來拜拜 來參加 來增加電影上的歡迎 會讓大家這樣 有一個心理上的安慰 新建工程分兩階段進行 基礎工程 預計要一年半的時間 施工期間 義明爺已經移駕到 五福宮旁的鐵皮屋 暫時安置公信中參拜 歡迎大家踴躍前往 拜拜祈福 記者來為一套運報道